我们这个题目是反函数的微分法 那么要做这个题目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里面的内容 他说这个函数是x加1分之x 他肯定了他是一对一函数 好,题目问的是f inverse 它的微分 它的反函数的微分落点是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先把它的反对应的点先找出来 什么意思呢?我们来看 f将多少的数字对应到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地方要用到 我们第一个,第一步 我们令x加1分之x这个函数 它会对应到三分之一 我们要把它的,看看当x是多少 才会对应到三分之一呢? 于是可以计算一下 交叉相乘3的x是等于x加1 那么2x是等于1 于是得到x是二分之一 好,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f将二分之一对应到三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 f inverse将三分之一会对应到二分之一 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先摆着 现在我们准备来带反函数的微分了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当一个函数 与它的反函数做合成函数的时候 它会对应到自己本身 就是恢复原状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微分 采用连锁率 f prime 里面造超 再乘上里面的微分 我们会要求它是要等于1 这是一定的 那么今天这个题目是 f inverse 它要带多少呢? 三分之一 这边微分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了 这是反函数的微分 好 现在我们来令 x是三分之一 我们要知道 x是三分之一 是题目要求的 令x是三分之一 好 那我们的话呢 把三分之一带下去 这是f的微分 这是f inverse 带三分之一 再乘以 f inverse 这个地方 我们是写在外面 没关系 写在里面 外面都可以 带三分之一 我们会等于多少呢? 是1 这是题目要问的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算出来 把它乘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多少呢? f inverse三分之一 刚刚我们这边算过了 这是多少? 是二分之一 乘上f inverse prime 三分之一 等于一 好 现在我放一边 我去看看f prime二分之一是多少 首先 这个题目就变得简单多了 微分 这次的题目是一个分式 我们采用的是 底下平方 来 上面微分是1 下面不微分 照超 减掉上面不微分 x 下面微分是1 我们发现它是等于 x加1的平方 上面是1 那么今天这个题目要带的是 二分之一 所以f prime二分之一是多少 带下去 二分之一加1 变成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的平方变成 二分之三的平方就变成了 四分之九 所以变成了九分之四 那么题目很简单了 这个地方 把它再点倒过去 九分之四 乘上f prime 这个是inverse 微分 三分之一 等于1 所以我们答案可以得到了 等于四分之九 那么就这算出来了 点减掉 感谢观看